我叫朱瑩,来自上海戏曲学院16级戏曲导演专业 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今年19岁了 还有一周就要开始我们的期末考试了 这次考试的内容是戏曲单人小品 戏曲单人小品是在单人小品的基础上加上戏曲的元素 这可以说是我们进这个专业以来第一次接触戏曲 最磨人的事情应该是化妆 这是我第一次化妆,化戏曲妆 然后也是我这个戏的第一次定妆 然后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 这个妆我们化了大概四个小时 然后刚开始我以为粉底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往化妆品往脸上磨 但是它并不是这样 它还需要用到就是颜料来调色 就最后我的那层妆就是把它给擦掉的时候很厚很厚 就我没有想过会化那么多 就像化一幅画一样就非常精致的涂在脸上 怎么说呢 在中间也遇到了很多问题 就是因为我的眼睛非常难化 所以我的眼睛就怎么化都显得很小 但是我这次请到了的是一个我们学校的老师 所以有了他的帮助 也让就是我这次定妆能顺利的完成 放眼皮就看得见了 这块一定要亮 然后上面要再小声一点 虽然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最后还是完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定妆 但我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第一次化妆曲妆 我相信放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种很新奇 然后觉得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最让我难忘的一次排练 应该是和宋杰老师在黑匣子的那次排练 我想说不信 还能见张公司一面 还能见张公司一面 非常高兴 哥哥走到这儿了 你下过那个场 因为那是我剧本下排练场之后 第一次进行排练 当时宋杰 还能见到张公司一面 见到张公司一面 这个作品是我第一次建筑戏曲 所以我刚开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也不是宋杰老师组的学生 但是我还是去请教了他 介绍我深深意 他在这个戏的雏形上帮助了很多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框架 并且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完成戏曲 不是真的 我这是男的 男的 你觉得这人家很美 你现在就感觉 你脑子里的心跳就是这个 茂零岸 风土片 千青 第一次我找了一位大三的学姐 过来帮我拉二鼓 有一些音二鼓可能拉不出来 所以我当场会跟那些 跟学姐去协调 再拉一下一鼓相机 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也并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我又再去从头来过 把这些东西全部推翻 再拉一遍 shel 颜色 就像一首 自己為我 心願燒 你都是良麗 給你走 好 繼續啊 离考试只有一天的时间 我才找到我的老师 去把它录音录下 因为我没有办法唱戏曲 所以我们所有的戏曲单人小品 全部都是由别人来替我们唱的 所以当时在录音的时候 其实时间非常大 我还没有和我的整个戏合过 所以我也比较紧张吧 但是在录音上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只能用手机录 但是我们最后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就是一些杂音啊什么的 然后我也不是很专业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在音乐上 因为戏曲本来就是一个音乐和舞蹈 来完成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音乐出了那么大的问题 导致了我后来的考试延后 所以那天其实我也蛮沮丧的 因为我本来是想就第二天把它考完的 我甚至鼓足勇气 我决定我一定要把它完成 但是最后还是放弃了 我延后了 对你把那个唱的发给我 把你你你把那个 我先学会吧 因为它是分段发的 对你把这个整个全部学会以后发给我 然后我再跟着这个练 好吧 明天我再找个 从头到尾帮你 重新那个 你从第一段开始 所有会唱 有唱的 全部录成一个音频 一段一段 然后我学好了 然后我找个嗓子好一点的一些 这个刚才太雅了 那我现在学会 你学会好吗 你学会好吗 来 就给我一下 给我一张骨验 喂 妈妈 我现在没有位置了 我有把你啊 我 明天在故后呢 我说我 吴格林嘎已經有合了呀,金總有保利了 哎呀,哪有一隻馬 那我又沒在外面玩我的排練 因為我的戲還有很多沒弄好 我就很多沒完成,然後 再過兩天就要考試了,我根本來不及啊 哎呀,那我考都考進來了 我就是想學這個嘛 哎,行吧行吧 可以啦 那你幹嘛不能理解我一點,你跟我說什麼啦 唷 嗯 嗯 大一下学期的时候 我跟我的同学在一辆车上 就我们刚上完戏剧城市课 然后我们在车上唱了一路的京剧大灯店 我的嗓子很雅 我们嗓音条件都不好 所以都唱得很难听 但是我们还是唱了很久很久 最后下车的时候 司机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我们说你们唱得很好听 然后谢谢你们 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呆住了 那次是在一月份的时候 天还比较冷 那个时候就是 我不是很矫情啊 就是那个时候 我一下子有一种感觉 就像内心就是 一下充斥着一种 很温暖的一种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当你很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看到另外一个人也在鼓励你 他在支持你 他也喜欢你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们可以找到一种共鸣 你也会很感动 所以这也是我坚持到现在 然后还在那么用心 那么努力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做戏曲 因为我相信只要最后还有一个人在听 我也会继续努力把它做好 因为我永远会关注着台下的那些观众 我永远会支持戏曲 和这些观众 我看到了 我能够多这么急 对 我可以 你也会有终于 我能够多这么急 这是一概念的 我还是会喜欢那些观众 我还会有终于 我最后一门的 我还是会想支持你 你也会有终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